哈囉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下我們的少女戰爭啦 那今天起了一個比較早喔 我剛剛原本想說要來打一下我們這個同盟核戰 結果一進去發現啊 就我們零零 然後最好笑的是進去戰場之後發現 對面半個人都沒有欸 那如果對面半個人都沒有的話 我們是要怎麼辦 還是其實他們是到點了之後才會出來 這個我不知道欸 反正現在基本上玩的人已經變得越來越少了 但是我們至少有妹子看的話 基本上都還是會上來看一下妹子 然後今天的話一樣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這個 新的角色喔 那就看大家有沒有興趣要不要抽一下 因為這款遊戲基本上說真的啦 我們就是玩了這麼久對不對 其實還有很多隻角色都還沒把他們練滿 所以就是慢慢的玩就可以了 然後就是角色的話可以選擇一些就是 欸大家都很推薦的角色去抽回比較好一點點 因為這遊戲基本上還是蠻推薦的就是 一次把資源全部都灌在就是同一隻角色身上 就是你如果能夠把他抽到滿新就抽到滿新 因為這遊戲說真的他的這個 鑽石累積跟就是那個桃子的這個累積 你只要有幾起的角色沒有抽的話齁 你基本上都是有辦法就是直接把那些角色就是 後面一些角色給他升到就是那個 六星的喔或是怎麼樣之類的 因為如果你要升到七星的話 你就必須還要再拿到就是我們這個 專屬的這個武器的這個碎片 那你要拿的話可能就要從我們這邊的這個 欸傳說工坊這邊拿齁 但是基本上就是 你基本上一直累積我們這邊寶石的話 應該都還算是可以比較輕鬆的這個拿到啦齁 因為他基本上每一次都有就是我們那個 欸就是該怎麼說呢就是 欸一直千千的這個活動齁 然後幾期不錯的話 基本上你可以存到的東西就變了就是 還蠻多的 我就是每天如果上線點一點然後就是幹嘛之類的 然後打來打東西然後都可以拿到比較多的一些獎勵 所以基本上現在基本上哲平也比較沒有什麼在抽角色 因為我們之前抽完那個倒雪啊 還有跟那個凱薩之後的話 基本上我們本來的就是前排比較弱的這個坦克的這個部分 就已經被補足了 所以現在基本上哲平都還是在練他們那幾隻 就是把他們練高之後然後慢慢刷一些東西 然後等到後期的話有一些就是更猛的一些角色的話 我們就可以再把他們給他抽出來 這種類型遊戲就是這樣啦 就是越出到後面的角色就越厲害了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就是貓咪大安真一直就是很讓人家 就是比較願意就是繼續 比較長久的原因就是因為 他沒有什麼角色就是新舊之分喔 就是厲害的都還是很厲害這種概念喔 但沒辦法喔 但是我覺得目前來說 如果你把這款遊戲當做什麼 就當做就是我們這個 妹子培育養遊戲的話 基本上你就不會玩了就是有這麼多的一些 什麼想法了 反正向哲平基本上 玩這種遊戲的話通常第一 不要去跟別人爭什麼競技的這個排名 你就會比較舒服一點點好不好 聖誕節都還沒到 就出現了這個聖誕 OK好不好 這厲害了各位 這次的話我覺得如果你不把他就是 抽出來當武將的話呢 你把他抽出來當個看板娘 應該也是還蠻不錯的 感覺起來的話應該就是那個 好不好就是 那個屁屁檔的這個最愛 有點羅羅的感覺欸這隻 OMG 喔欸欸欸欸 欸他 他剛剛那個裡面的角色穿成這樣 是沒有什麼問題的嗎 欸他穿的 他穿的牛扣 OMG OK 了解厲害了 你們看這個 太神了吧 好不好 這隻我覺得大家如果 如果現在也沒有想要練什麼角色 然後缺一隻看板娘 這隻絕對沒有問題 這隻真的是太神了 這個目前來說我玩 玩造體戰爭玩到現在 這隻是最讓我覺得哇 真的是太神了好不好 我只能說太神了 整體都神到一個不行 厲害了 來看一下第一招 男之好禮 不知道會不會被黃標就算了 攻擊敵方單體造成140%的傷害 然後有15%概率這個0度目標 0度的話是這個目標無法行動 無法獲得能量 吃一回合 並向我方隨機兩名隊友贈送這個聖誕禮物 聖誕禮物回合開始時 回復自身的這個 10%最大的生命 十點回合 喔欸他可以那個欸 幫忙補血的這種感覺欸 補血然後又可以控制別人 我覺得目前來說你們有沒有覺得 就是越玩到後面 哲兵這邊介紹的這些武將啊 他們真的是越來越會控制別人了對不對 真的超猛的 然後再來是這 聖誕快樂 黑之大鴨殺眾 工業一方全體造成130%的傷害 並有16%概率0度每個目標 喂 每個目標欸 16%欸 每個目標都無法行動 無法獲得能量 持續一回合 好像有點猛 這好像有點猛欸 然後再來就是拿到專武之後 聖誕快樂 黑之大鴨殺陣 攻擊敵方全體造成140%的概率 並有20%概率0度每個目標 他這邊的話從16變成20%了 然後目標越少的話傷害越高 最多額外造成260%的傷害 將本次奧義消耗的50%能量值 平均轉移到其他隊友身上 這個是什麼 本次奧義 喔 所以他消耗了這個能量 會平均轉移到隊友身上 然後會讓每個隊友這邊能量值 不會超過200點 還可以轉移欸 就是他消耗之後的話 基本上因為我們這邊都會開大招嘛 開大招之後他會把這個能量分散過去欸 有點強 每個隊友的能量值不會超過200點 0度每個目標 目標無法行動無法獲得能量值一回合 20%機率 我覺得如果有賭到的話那真的會蠻強的 再來這個蒙略神 這個是我們角色二星的時候會解放 最終傷害提升10% 最終的這個免疫傷害提升10% 然後角色級 最終傷害提升10% 最終免疫傷害提升這個10% 角色任性提高10% 那這個有沒有看到 這邊這個中兩邊的這個文字介紹就是一樣的 我們上次那個陳吉思汗他是不一樣的 所以陳吉思汗那邊的感覺好像真的是 有所在往上提高的那種感覺喔 因為像我們這邊的話他的字其實是一樣的 感覺就是 就是沒有就是在特別就是那個 提高什麼 所以我們那個陳吉思汗那邊的話應該是 有提高什麼的感覺喔 好 這是我們這個魔略級跟魔略神 然後再來這是最重要的三星解鎖 被動技能 要做個好孩子喔 好 好 當我方回合開始時 尼古拉斯的生命值首次低於4%的話 則尼古拉斯獲得平安夜狀態 哇 他是跟尼古拉斯搭配的耶 並將零度效果強化歸絕對零度效果 絕對零度效果持續全場 平安夜立即回復500點的這個能量值 15%最大生命值免疫受到下次傷害 然後絕對零度 目標無法施放奧義無法獲得能量 且防禦力下降20%持續一回合 這是什麼啊 這個第一次尼古拉斯生命值 首次低於4%的話 則尼古拉斯獲得這個效果 然後並將零度 這有點猛耶 這但是他就要跟那個尼古拉斯搭配 尼古拉斯就是之前那隻很像那個穆斯的那隻角色 就是哲平還蠻 就是蠻是哲平的菜的那隻角色喔 很猛耶 我的天啊 但他要跟他配 會更強 中橫神 角色基礎攻擊生命值提升這個12% 然後 疾的話呢 就是會變成這個角色基礎攻擊力和生命值提高這個12% 然後角色韌性提高10% 沒問題 好再來是我們這個 生藍之好禮 攻擊敵方單體造成160%傷害 有25%機率 零度目標 並向我方隨機三名隊友贈送這個豪華聖誕禮物 零度的話目標無法行動 無法獲得能量 持續一回合 豪華聖誕好禮的話呢 是 回合開始時回復目標自身15%最大的生命值 持續兩回合 然後這邊是這個 要做好孩子歐覺醒 角色六星後施放技能 當我方回合開始時 尼古拉斯首次生命低於60%的話 則尼古拉斯獲得平安夜絕狀態 並將零度效果強化為絕對零度效果 絕對零度效果持續全場 平安夜覺醒的話是 立刻回復1000點的能力值 什麼鬼啊 一點點的能量值耶 一天的話好像就是滿的 因為這遊戲好像不是100是滿 它好像是1000是滿 所以 加200或什麼樣好像就是比較少的 這個1000才是滿 25%最大的生命值 免疫受到的這個 兩次的傷害 這個是尼古拉斯耶 專保尼古拉斯的喔 然後絕對零度 目標無法施放奧義 無法獲得這個能量 並且防禦力下降這個 20% 我覺得他真的要厲害的話 他真的要把尼古拉斯抽出來喔 好 這最後一招 真聖誕快樂 黑之 黑 黑之爆鴨沙 神滅 攻擊敵方全景造成140%的傷害 並有20%概率0度每個目標 目標越少的話傷害越高 最多額外造成310%的這個傷害 將本次奧義消耗的80%能量 平均轉移到其他隊友身上 每個隊友的這個獲得能量不會超過300點喔 然後使所有未 會擁有0度或絕對0度的目標能量 回復速度下降20% 降降10% 所以兩回合 所以他這個的話就是 瘋狂去干擾別人的一隻角色 我覺得真的 還算是蠻不錯的 重點是 他的那個 如果20%機率被你暈到每個目標的話 那真的是 會很猛 好不好 真的會很猛 好 那這次就是我們這個聖誕 那我覺得整體來說的話 他的大圖跟我們裡面的這個介紹圖 真的是我只能說鑲到一個不行啦 好不好 你自己看他這個 OH MY GOD 我的天 絕對黃 好扯喔 尤其是你看這個 他在開招式的時候 那明明就只有貼兩個星星而已耶 超誇張 傻眼 好不好 好啦 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角色 就是我們這次全聖誕的這個角色 聖誕 我覺得 好像還蠻不錯的 重點是 如果他能夠跟我們那個 尼古拉斯被的話喔 那就是 又再想辦法去把那個 尼古拉斯抽出來喔 尼古拉斯的話應該 也是還蠻推薦大家的 尼古拉斯我記得好像本身就是補師吧 所以 雙補 這隻也不是算補 這隻算是法術攻擊 但是他有一些就是幫忙補了一些元素啦 那 你們會不會從我們這次聖誕呢 都可以分享一些想法 我覺得就算如果你沒有就是 要把他當做一個輸出的話 如果你是缺一個看板娘的話 這隻 絕對是目前來諾澤兵看過 最神猛的 好不好 我就說這種就是 不穿衣比穿衣 就是穿衣比不穿衣還要色色的 這種是最讚的喔 哈哈 那歡迎分享一下你們對他的一些看法 或是後期還有哪一些更厲害的角色 都可以分享給大家知道囉 那今天就先玩到這邊啦 我是喜喜片 再見囉 大家 掰掰啦 掰掰 我先看見你 我剛好 妳是太難道了 我會負責